一人定义团!太严搜冷成绩太夸张,数据直接秒杀人气男女团。 SM之所以会成为大家口中的韩国第一大社,其实除了旗下拥有着许多知名义人之外,还有就是它多元化的经营方式吧。 除了偶像部门、综艺部门、演员部门,SM还涉猎了许多不同的领域,像是开设餐厅和开辟体育部门还有模特经济约的管理,可说是相当庞大的一间公司。 但是不可否认的SM之所以能进行那么多跨领域的挑战,还是要感谢旗下偶像所带来的钱财啊。 要不是有这么稳固的经济来源,SM也没有办法发展成这个大的公司,所以偶像跟SM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啊。 不过偶像最主要的收入来源,除了公言和代言、音缘之外,就是唱片销售了啊,尤其SM在2017年的唱片销量,则是赢过了所有的经纪公司获得了一位。 一年内共卖出了376万7226张的唱片真的超级惊人啊。 而376万7226张的唱片销售中,少女时代的成员泰妍所占的分量也是相当大啊。 毕竟去年所有男女的solo歌手中,唱片销售一位的就是泰妍,可见泰妍的人气有多高呀。 最近有粉丝为泰妍整理了历年来的唱片销售术,而看到最后的结果网友也纷纷赞叹泰妍的威力实在太强大,因为数字直接大赢许多出道多年的男女团呀。 泰妍的首张迷你专辑I,2015年10月7日发行。 总销售数字,153502张。 I这张专辑直到现在还是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啊。 泰妍第二张迷你专辑I,2016年6月28日发行。 总销售数字,151664张。 这张专辑真的是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心情愉快,真的很适合夏天的氛围。 泰妍首张正规专辑My Voice,2017年2月28日发行。 总销售数字,258388张。 天啊,这个数字真的大赢许多男女团啊。 现在唱片能卖20万张的偶像真的趋至可数啊。 太阳冬季特别专辑This Christmas,Winter is coming。 2017年12月12日发行。 总销售数字,69099张。 This Christmas在去年真的治愈了许多粉丝的心啊。 太阳近几年的专辑对于粉丝来说都是最好的礼物呢。 而最终太阳光是个人专辑的销量就达到了552633张啊,直接打爬许多男女团出道以来的专辑销量。 而且不仅销量好,太阳的姻缘成绩也是惊人的好。 网友也不禁留言难怪SM会让太阳一直solo。 这样的成绩真的是许多男女歌手或是偶像望尘莫及的呀。 。 。 。